哈喽大家我也回来了 今天的视频是在澳门的两天 我都吃了沙玩了沙 其实澳门是9月份的时候去的 不过最近工作稍微有点小忙 所以这个vlog也是一拖再拖 十一长假刚刚从洛阳出差回来 去之前本来也打算录vlog的 但一想我手里积压如山的vlog素材 还有欠下的工作 我就觉得我还是放过自己吧 到澳门的那一刻心情真的爆炸好 因为我工作两年半以来还没有修过年假 而且我们也没有春节或者十一这类的假期 只不过一周只排四天版总的来说还是划算的 只不过跟朋友们的周末还有放假时间 就凑不到一起去了 不过这次跟爸妈来真的很开心很幸福 一家三口已经很多年没有一起出游了 而且这次也算工作以来 第一个纯纯正正的一周放空 可以说那个做的梦都是百烂的梦 到澳门的第一顿吃了酒店楼下的永利爬房 我觉得食物出品无辜无过 但是经过这里的环境表演和服务的加持 再加上和其他城市同等价位的餐厅相比 我认为还是值得一来的 温热松软黄油含量极高的不留修 再搭配上额外的黄油 是一种你们懂吗 很孩童的幸福感 像法棍配黄油 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偏老城一点的美味 我也很喜欢 牛排我们点了湿式熟成 其实干湿熟成是招牌 只不过我们家在飞机上都吃了一口就不太饿 就不太想点太大份的肉了 吐槽一下这个牛排上来居然没有什么温度 然后这个盘子也冰冰的 不过那天晚上和爸妈聊天真的太开心了 就原谅了牛排的不OK 回到房间还觉得差口甜的 就点了种草已久的羊枝金捞的外卖 之前看何超莲推荐的这家的榴莲飘香 这次终于吃到了 确实不错啊 能吃到绵密新鲜的榴莲果肉 就是总体好像有点太甜了 我吃了一半就觉得有点厚得慌 第二天早上起来当然又是空腹有氧时间啦 我身边很多朋友有时候会说 哎呀你怎么坚持下来的 但是空腹有氧 其实现在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习惯成自然的事情了吧 你要让我不运动反倒特别难受 不过上班日除外啊 因为我上班是早上七点嘛 我还没有那么变态 再多说一句啊 我觉得空腹有氧真的真的不是必要的 也不是适合所有体质的 我觉得只要有运动的习惯 不管你一周几次 是早上运动还是晚上运动都没有问题 甚至于你就是不运动 但你自己觉得状态好 精力充沛也没问题 运动完洗完澡 慢慢悠悠化个妆就出去觅食啦 依旧是来酒店楼下吃 这家也算是很多人推荐的平价面包房 如猪如包 要不要猜我点了什么 嗯没错你们应该都猜到了 又是贝果 这次点了一个咸口的牛油果大虾贝果 我觉得这个贝果的认劲差点意思 给的这个酱酱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我又跑去买了一盒沙拉就着吃 不然真的会逆爆炸 优点是大虾真的非常鲜甜 我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用的鲜虾 因为吃着真的不像是那种冷冻虾 下午呢就是在各个酒店和帽子之间来回穿梭 欣赏一下澳门的建筑 感受一下这份独特的纸醉金迷 但这种金碧辉煌的装修吧 看久了还真让我有点头晕 我们就换了一个接地气的地方 当该溜子 就来到了澳门的鹿环岛 远离寻寻和繁华 这里安静了就像一个小渔村 仍然保持原有的自然风光 不过大名鼎鼎的安德鲁 但他总店也算是为这里吸引了不少游客 我还发现香港澳门这边很多的铁皮拉门上 都有这样的刻字 回来我还查了半天 这其中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典故 后来发现好像是我想多了 不过这也算是澳门一个小小的城市特色吧 然后接下来这一幕 看到其实心里酸了一下 前面的老爷爷老奶奶 会让我忍不住联想到爸妈以后老去的样子 也不禁感慨 我甚至想不起上一次 和爸妈这样三个人出游是什么时候了 感觉大家长大之后 都会习惯性地把空闲的时间 先分给朋友吧 但在这一刻真的觉得 应该更有意识地多陪家人 虽然我跟爸妈平时都住一起朝夕相处 但是很少真正地把时间留出来 和他们计划出游 或者吃一顿有仪式感的饭 其实仪式感给我们带来的 不仅是一种平素里的变化和新鲜感 还给我们制造了很多可以去回味的记忆点 比如说这个安德鲁蛋挞 虽然在肯德基也能吃到大差不差的 但是正因为是在澳门安德鲁总店 正因为这一天下午阳光是这么的温暖 正因为是和爸妈在一起 所以还是觉得格外的好吃呢 晚上我们来吃海鲜火锅啦 到澳门怎么能不吃海鲜火锅呢 在大众上找了一家评论很高的餐厅 但是到了之后觉得稍微有点人烟稀少 不过味道还是不错的啦 雪花牛肉够肥够新鲜 我很爱 葱姜蟹也是我的弊点 蒜蓉粉丝撑子王也是特别的下饭 吃完我们又加了一份叉烧包 我吃了一个我妈吃了两半 我爸一个都没吃说 我晚上不吃碳水 所以说朋友们不要一味的害怕碳水 碳水真的不是导致发胖的元凶 我爸碳水比我俩吃的多少 但这个体型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 我们吃完饭呢 就是走路消失回到酒店 我又买了这个甜一郎的冰淇淋 我个人感觉一般般有点太甜了 就没有吃完 第二天起床依旧是空腹有氧 然后换了一身多巴胺穿搭 就又到了愉快的干饭时间 今天中午这家是这次旅行 我们最期待的一家餐厅 好朋友大力推荐的玉龙轩 也是米其林三星和黑珍珠三钻 特别逗的是这顿饭还发生了一个 我现在看来很搞笑的小插曲 想嘲笑的朋友可以小声 就是我因为特别鸡毛蒜皮的小事 被我爸妈给气哭了 直接在餐厅表演了一个勒洒现场 其实我平时自认为还算是情绪稳定的人吧 除了看电影我几乎没哭过 但可能在爸妈面前不管几岁都还是个小孩吧 你们看到这里已经是哭完和好的画面了 本来我不想录的 我爸说哎呦没事 这不就是旅行中最真实的画面吗 好了好了说回这顿饭 菜品是真的无可挑剔 鱼子酱脆皮烤乳猪和这个烧鹅 千万不要错过太好吃了 可惜前面吃的点心我没尝出来啥味 当时还在怂气 吃上饭就瘦瘦瘦坐小船出发去香港啦 好啦这就是我愉快 外加有一点搞笑的澳门Vlog了 那我们就香港的Vlog再见吧 拜拜